大家好,我是Stan 女团Stacey举及对嘴爱豆的新闻登上了热搜 在Stacey YouTube频道最新上传的影片 播放了成员们与制作人的聊天内容 我觉得是应该的 应该的?是的 要开麦下舞台才会有我们有真正演唱的感觉 开麦需要理由吗? 是因为歌手才开麦啊 我不开麦的话就不会产生那股力量 说的也是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是当然的 但是最近大家都在对嘴 看音乐节目的话 Stacey每次都是开麦 所以真的很有好感 Stacey虽然不是绝对不对嘴 但是在现在的爱豆当中 算是很常开麦了 所以他们才会说 不会产生那股力量 而不是我们不对嘴 就算会有点不闻也会有失误 但是舞台看起来会更愉快 看到他们连cover舞台也开麦后 就站起来拍手了 真的太棒了 说真的 这个主题每次都会引起热议 有的人喜欢看爱豆们开麦的舞台 但是有的人想看完美的舞蹈舞台 所以觉得对嘴也没差 不管怎么样 希望这次的回归 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Stacey的魅力 接下来我们来看几个 非常高兴的消息 2018年6月15号公开的 Blackpink MV 7月3号 在YouTube突破了19亿的观看次数 创下了K-POP组合首次的大纪录 女团SPA将在当地时间7月5号 在美国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 2022持续发展高层论坛的开场 以Next Generation 2的Next Level为主题进行演讲 也会演唱Next Level的舞台 据美国B-Rod的官方报道 TWICE哪样的所有专机 在美国的Main Chart的B-Rod 200登上了7位 这是目前为止K-POP solo歌手的最高排名记录 也是史上首张在B-Rod 200上榜的 K-POP女歌手Solo专机 J-Hope的Solo专机先公开起More 在全世界84个国家地区的iTunes Top Song排行登上了1位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女团们的粉丝性别比例 这是一家韩国专机翻售网站的购买者性别比率 TWICE女54%男46% Spa女76%男24% Y-G女55%男45% Red Ribbon女67%男45% K-Polo女73%男27% I-V女66%男34% Yojade女67%男33% Stacey女76%男24% Promise9女20%男80% Y-Dali Sonja女59%男41% 一级比想象的男粉要多 K-Polo比想象的女粉还要多 哇 一级跟一代的丑女男粉蛮多的 我以为这两组女粉会很多 Promise9是现在在军队最有人气的女团 很多粉丝们应该会在官网之间嘛 不过这里的组合都是用一个标准算的 所以应该也是合理的 TWICE以及一代的丑女的性别比率很好 很好奇BlackPink跟Mix回归的话会怎么样 所以大家觉得哪一组组合的粉丝性别比率 出乎意料呢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何在这一年 I'm 没有人是任何人赌路上 I get it so give me the mic Egon day one I'm the power of the smoke welon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